半导体也许是真正制约新能源车的瓶颈因素 大家好 这里是假装硬盒的电电家电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上海车展期间的一些感悟 我一直说一个旧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是一个新时代仍未开启 这个特点就表现在对于很多产业规律的探索 可能大家仍未达成共识 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时候探算里的价格在飙升 在那个阶段我甚至都觉得整个电池的这种成本 是会随着资源的消耗逐步的上升的 会成为制约整个电池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毕竟在燃油时代 我们已经非常接受这样的一种逻辑了 但是今年探算里的价格突然就急转之下下来了 这是偶然因素吗 其实也不是 去年的这种暴涨本身就有一些炒作在里面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听到的逻辑就是说像汽油跟燃油一样 这个资源约束型的嘛 你消耗越来越少啊 又不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当然是随着这些贵金属啊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稀缺程度的话 那么电车的保有量突破一定的量的时候 这个需求就会导致它的成本激增 就会出现一个所谓的逆转的一个转折点 其实呢近期我跟一些电池产业链上的人进行交流之后 我突然意识到 其实我们这里面是有一些认知误区的 我们把燃油不可再生这个观念 很习惯性的就平移到了电池材料上 汽油和柴油的确是你烧完了 能量释放完了 就不可再生了 你就要去开采新的石油 但是电池的原材料 其实压根就不是这样的规律的 电池上面的碳酸里贵金属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看上去成本不低 可是它在释放能量的过程中 对这些原材料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消耗 当电池处于这种退役状态的时候 这些材料依然是存在的 所以才会衍生出电池的回收再利用 不管电池目前为止的技术水平 这个回收率是50% 80%还是90%几 它能被回收利用 那么也就诞生了这个 这个废物再利用的二次利用的过程 那么乐观的估计啊 这些产业链上的人认为 大概在25年到26年期间 电池的回收利用和新开采的这些原材料的这种循环利用 会形成一个自平衡 达到这个平衡之后 这些东西就不会再形成什么资源性的约束 基本上整个电池源材料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供需平衡的状态 所以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持续长期暴涨的这么一种大的趋势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新能源车上要大量使用到的铜铝等一系列的有色金属 其实呢 他们很一样是在退役报废的时候 有很高的这种回收利用率 剩下的东西基本上跟燃油车差不多了 燃油车发展了一百多年了 也没有说是这个钢铁啊 或者方方面面的这种资源消耗是那么厉害 终归来说 技术进步至少能让成本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所以说制约新能源车发展的部分应该不是矿产资源的约束 同时呢 在这个车展期间 我跟一些电机或者电区研发的人员去交流的时候 我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就说现在同样是十几万的车子 有人给200公里200千瓦公里的电机 有人给100千瓦的 有人给150千瓦的 他们之间的成本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跟手机或者其他行业完全不同的这种性能指标差异 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呢 难道是因为有些车企舍得利润率 然后在电机上多用铜 多用一些有色金属的部分吗 其实我得到的这个结论令我挺震惊的 他们说其实200千瓦的电机相比于100千瓦的电机 所有的这种有色金属或者矿产资源的使用量 并没有想象的多那么多 他们的成本差异主要是各种芯片 功率半导体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提到这点的话 我瞬间的思路和格局就打开了 那就可以理解了 那也就说明目前为止 国内的新能源车发展的瓶颈 可能真的就不是碳酸锂 有色金属这一系列的约束 而是我们目前为止 相对来说还比较磊弱的半导体工业 半导体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吗 简而言之就是把沙子变成高精度的龟 然后再用光刻机一步就弄出来 摩尔定律虽然现在也不是那么好使了 但是他长远的看成本应该是持续下降的 当然功率半导体可能说加工方面的要求更高了 但是他依然是一个随着产业规模和时间推移 应该成本越来越低的问题 那么现在的阶段是因为我们不能自己 那些销量特别大的车企 反而受制于这些东西 他也不是说想提供小功率的电机 而是他的销量那么大 他买不到那么多相对价格比较合理的一些功率半导体 或者方方面面的内容 制约了他将这个电机的功率密度进一步的提升 而反而对于一些小型的创业车起来说 他本身的需求量不大 然后以及去方方面面的供应链上的操作就容易一些 他就更容易在这方面出彩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新能源车行业 或者说对于所有的行业来说 以后降本的方向一定是要突破半导体的整个全产业链的国产化 新能源车上要用到 每辆车上平均用到几千块芯片 他们能够稳定的每年降掉百分之几 或者百分之十几的成本的话 这个新能源车 无论是成本还是性能的提升 应该都是一种肉眼可见的状态 但是在现有的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之下 人家既然是这种掌握供应的情况下 那种性能的释放 那就是挤牙膏了 至于这个价格 我们是没有什么溢价权的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产业的突破 对于中国的新能源车产业来说 是一个关键性的关口 那么也希望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能够在未来的几年里出现重大的突破 这期内容也就闲聊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给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 再见